水里乡几亥年齐安清教大典 经过围棋五天全民斋戒 祈福求平安 21日圆满开箱 普渡大拜拜 县长林明珍清教祭典 总理肖志全 以及总坛执事 东西南北四驻驻守 在及时前程开箱祭拜 这一项十二年一度的宗教圣会 从中午起吸引了大批来自各地的民众涌入 十分热闹 水里乡每十二年举办的 全乡进齐安清教大典 便纳入纳斗县宗教文化系列活动 将地方传统文化保留 传承给下一代 21号的齐安清教大典 诸巡古岭进行 从中午起吸引大批各地民众涌入 水里乡连外的台16 台20线公路 切留大排长龙十分热闹 是我们水里乡 我们十二年这边的祖族 我们水里乡的乡连大家 都真的坚信 不可以保庇我们中国水里乡 中国南岛 有点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让大家每一个家庭都平安过的快乐日子 相信这十年这边的祖族 的宝族 我们大家家庭都很与热闹 齊安清教祭典總理小智全說 今年建教為水里鄉12年一致的重要盛事 特別與南投縣政府協調 將此事齊安清教大典 納陸納豆縣宗教文化系列活動 舉手傳承傳統藝術文化 今年齊安清教祭典 還獲交通部、觀光局、日月潭國家風景區大力支持 昨晚在水里清水公園 施放兩場的高空焰火獸 今天的開箱儀式 除了在總団開箱以後 接著連續在我們東南西北柱 也在三點也要準時來開箱 全鄉同時一起來做普渡 對未來整個水里鄉的發展 一定能夠相當的順遂 清教林明珍指出 這次實體建教在全體鄉民全身努力下 建教中馬上填獎甘霖 相信經過這次秦安清教祭典 起訴和家平靜 家家戶戶美滿和樂的願望 大家一定都能夠心想事成 記者葉靜元水里採訪報導 記者 李宗盛